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爆料多家公司地本子 2024年以和大剧组签约 拍戏不间断 近日 网上陆陆续续爆料了很多 关于肖战影视剧和代言商务方面的内容 在影视剧领域 网上有所谓的知情人爆料 目前已经有多家公司都在给肖战递本子 顾名思义就是都想和肖战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再加上网上这段时间 报道了很多关于肖战得闲紧致的情况 还言辞凿凿称肖战在2024年 已经和这家大剧组签约 只等肖战藏海传杀青后无缝衔接禁组 据爆料 在2024年已经有非常多公司都在给肖战递本子 甚至肖战已经和一家大剧组得闲紧致签约 网上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关于肖战得闲紧致的热搜话题 从导演 制片人到演员阵容都非常豪华 只是目前并没有官宣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拍戏可以说是从不间断肖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拍戏 努力事业多点开花 总之祝福肖战 肖战之需要专心致志走好自己的路 伴随而来的都是好消息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持续发力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肖战前程似锦 未来可期 肖战当选年度全媒体关注巨星 肖战亲发获奖感言 非常清醒 近日 青年演员肖战又一次获得了一项荣誉大奖 真不愧是实力派演员和顶流巨星 在不知不觉中 肖战霸气当选为年度全媒体关注巨星 顾名思义肖战的作品备受关注 一直都是大热门 非常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尽管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肖战亲发了获奖感言 强调会继续努力 不愧是清醒的好演员 据悉 国民实力派演员肖战又一次获奖了 高票当选为年度全媒体关注巨星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当之无愧的顶流巨星 肖战一直都在创造佳绩 肖战的表现更是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肖战获奖的消息自然转到了肖战的耳中 肖战拍戏任务中并没有去现场 但是肖战发表了获奖感言 强调接下来会继续努力 这就是肖战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为肖战鼓掌喝彩 看到肖战荣誉不断 捷报频传 都替肖战感到开心 如今的肖战 还在剧组拍戏 在流量 影响力 热度 号召力 带货能力等每一个领域都是佼佼者 毫不夸张肖战就是全方位优秀 这种状态保持好多年了 总之恭喜肖战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持续发力 继续为观众们带来好作品 肖战是好演员 也非常清醒 希望肖战以此向荣誉为契机 鼓足干劲 尽职尽责 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和角色 不辜负期待和热爱 肖战非常牛 顺顺利利 电视剧品质盛典 肖战或年度全媒体关注巨星 远程VCR送感言 肖战果然就是一个传说 虽然低调拍戏中 依旧拿奖拿不停 备受大家关注的电视剧品质盛典 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颁奖典礼现场可谓是众星云集 肖战凭借年度好剧梦中的那片海 或年度全媒体关注巨星荣誉 由于工作原因 肖战并未到颁奖现场 他录制了VCR远程送来获奖感言 感谢大家对他的喜爱支持 未来也会继续加油 2023年对肖战来说 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三部好剧接连播出 口碑热度起飞 肖战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和肯定 特别是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成功送去实力派小生的赛道 年末拿奖拿不停 2024年刚刚启程 还有《藏海传》和《射雕英雄传》等待大家的检验 这是肖战更上一层楼的一年 梦中的那片海是北京重点影视项目 肖春生这个角色年龄跨度30年之久 演员肖战凭借在剧中的精湛演技 得到了广大群众与评论家的高度赞誉 肖战他对角色有着超强的共情能力 表演层次分明且真实流畅 他用丰富的共情感染力使肖春生这个人物立住了 2023年我们通过梦中的那片海域谷遥交扬 伴我三部剧进一步认识了演员肖战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肖战气质一股一筋 能够轻松驾驭气质截然不同的角色 他从出道至今始终保持着挑战的精神和真诚的态度 坚持拍好戏 塑造更多不同角色 肖战始终保持初心 难能可贵 好演员永远用作品说话 用演技征服观众 一部剧一个风格 一个角色一种音色 实力演员就是这样 肖战说战在镜子前面 不断的去练习 肖春生说撞了难抢我也不后悔 我们看到肖春生和肖战身上同样的执拗 2024年 肖战的藏海大人和大侠郭靖也将和大众见面 相信演员肖战会给我们新的惊喜 演员肖战就是惊喜不断 最后恭喜我们的肖战斩获殊荣 未来继续加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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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